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來先宣傳一下大師的天氣節手遊的社群 那如果大家對之後天氣節手遊有興趣的朋友們 或是觀眾朋友們 那可以先掃大師的這個手遊社群 大家一起來互動討論 那我的QR Code在畫面這邊拿字形掃一下 掃完之後呢 會叫你輸入密碼 那這個密碼是3345678 是3345678 那LINE的社群是不會有你原本的大頭照的照片 跟你的名稱 然後你在進入社群之前呢 他會叫你選一張大頭貼跟 設一個名稱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那有任何問題就是可以在上面互相的討論 那其他的朋友們也會跟你互動 那記得加入之前先打聲招呼 那大師知道你是誰跟哪一位這樣子好不好 好那我們影片開始吧 好今天這一集要介紹的是 製作組的天氣節 有成在領所有的成長暢談 主要就是講一些優化的歷程啊 跟更改是什麼東西 再來 OK我們先進內文吧 大家好我們是 Blakejack Studio 紫龍工作室 歷史四個多月的開發與籌備 天地節優成在領 終於又跟大家見面了 在這段時間裡 我們對遊戲內容進行大量擴充與完善 並根據手冊中來自各位少侠的反饋 完善與優化大量的遊戲內容 我們用心底希望本次優煌測試 能夠為大家帶來更好的體驗 並預祝各位少侠接下來的江湖冒險 能夠一帆風順 好本次優煌知識中 將大量的全新的劇情功能玩法等 帶來各位少侠的探索 希望能給手冊玩家帶來全新的遊戲體驗 也能為第一次參與測試的少侠 創造一段豐富且難忘的冒險旅程 主線劇情的部分 天地節的全新的故事在不斷推進 本次版本中主線發展至第18章節 隨著劇情的推進 主角們還將前往地界開啟新的歷險 因為大師之前第一次封測沒有抽到獲取碼 所以第一次到底可以主線王幾章 並不清楚 不過看起來可以到18章 感覺是蠻爐的 此外我們對玄濤測試中的部分劇情內容 及主角形象表達方式進行的調整 保證參與過首次的少侠也能有全新的劇情體驗 好 十字戲 本次測試你可以體驗到天地節原作上部曲中 幽程換進入更多的內容 十字戲中內容擴充至五張 更多原作內容等於開發中 未來會在未來的版本裡逐步放出 也就是說 完整版的 電力節手遊 可能還不會有這麼多的 原作的劇情關卡 我猜的啦 好 此外我們還新增十字戲的歸增難度 是真正的無數值策略挑戰關卡 尋求策略挑戰的少侠們 千萬不要錯過 好 再來是新英靈 早在玄濤手測時 就有部分少侠反應可召喚的英靈數量過少 很多原作的知名角色都沒能看到 不免有些遺憾 這幾個月的努力之下 目前遊戲內的英靈數量已經增加到40位 OK 40位其實 還是很少 不過他不能慢慢增加 所以 在封測 第二次封測可以做到40位已經算蠻多了 可是他說是增加到40位 是總共40位的意思喔 除了本座三位主角外 本次測試大家還能見到 幽城幻劍路的主人公 夏侯儀 冰妮 慕容 玄姬 楓妮 黃埔申 古倫德 神魔自尊狀中的主人公 英劍平 風寒月 善光遠 指風 韓千秀 謝米超 你看 就是真英一直一直沒有被放出來 到現在我還沒看到他的人物情報 真英真的是被大家忽略了一個角色 好歹他也是主角群之一耶 我記得還有啊 不只這些吧 神魔自尊狀 啊 還有啦 就是 神魔自尊狀的 神魔自尊狀中的 那個 不見傻人啊 夏侯儀啊 夜明龍啊 都還沒有出來 然後人物情報介紹也還沒有看到 好這些都是目前已知的角色 那韓千秀 那個 之前的人物情報好像有介紹過 好 中英武林各派 人士也紛紛加盟 神雀公公主葛雲一 及旗下門下四壁 神武官主慕容貞 天窯弟子長翼峰 以及武林敗類 周朱兩人 我蠻想要戳白碗的耶 我覺得白碗姊姊還不錯 漂亮又 又穩重 欸嘿 啊 諸號 諸號就算了 諸號也變太肥了吧 然後妖魔鬼怪 與邪魔外道自然 不甘 不甘落後 劍血丹陰 寒無殺 幻境農藥 黑龍解魚 幻境農藥竟然先登場 蠻訝異的 大家還記得幻境農藥嗎 解完他之前呢 他會告訴你 欸 是西邊嗎 還是東邊 西邊有一個發光的洞窟 啊那個洞窟是幹嘛的 那洞窟就是拿一國骨牆的 就是拿古倫德的聖槍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啦 不過 有看攻略就可以直接過去那個洞窟了 因為那個洞窟是沒有任何標示的 好 不過他這邊的洞窟只給 就是 劍邪跟 靈皇當陰而已 好 還有來自西而來的義幫眾的 西夏公主 以淫 鳳 這個字是鳳嗎 對鳳沒錯 突然忘記淫淫鳳的名字了 大家知道淫淫鳳是誰嗎 這是那個公主 要講廢話 哈哈 這是我們要去那個 欸 我們要有一個之前啊 我們可以去 救這個淫鳳 然後就可以直接進那個 石塔 然後直接戳破那個 那個賀蘭鐵 鐵函 的陰謀 大家還有印象嗎 好 模仿大將賀蘭鐵函 龐沙堡阿爾泰巴 以及 呼嚴蟲 呼嚴蟲 好 想起來了 這那個 被一直被嚇得到 那個盜真 abus 盜木賊 大招 呼嚴蟲嗎 呼嚴蟲竟然可以用喔 超眼眼蟲會武光嗎 他不是被 你被打我的埃青猶八了 笑 哈哈 好 伊斯多 雅布斯 雅布斯 雅布斯也有 雅布斯 西ales亞都可以戰鬥 西 Cola亞戰鬥 我覺得可以理解 可是雅布斯 雅布斯 這可以撞到嗎 好 更有羅猴 雙死 陽環 喔 陽環會出來 陰瑟 然後寺外高人 香王子 天將 神兵 陽陰佐 這幾個都介紹過 陽環還沒有看到那個情報 我們後續還會持續進行陰靈開發的工作 並不斷讓大家與更多新陰靈見面 進行期待 本次測試 新增了幻境 天地格 祖瑞戰鬥等玩法 那你的江湖之地不太孤單 不過就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可能沒辦法玩到這麼多 然後幻境之PVP 天地格 扳回 還有全新的王法 織羅哉 織羅哉 網羅九州英傑 目前試出一張圖 這應該是 稱號 稱號的意思嗎 好 到時候就知道了 藝文副本 三圖川 兼具趣味與挑戰 該不會就是類似像200塊帝國那樣子的關卡吧 就是比較好笑 符合現代的那個對話這樣 好 再來一個是夢境怪壇 夢境怪壇是關卡升級為全新玩法 從怪物的史 喔 OK OK 你就是可以變成這些怪物 夜吃啊 蝎子啊 化蛇 然後去打那些正派人士這樣 好 那我們以下都是 之前第一次封測一些玩家的 給整容公眾室的一些意見 一年3D建模不夠驚喜 我們對遊戲鏈主要角色的建模 進行肉眼可見的優化 當前模型更突出面部細節與角色的特點 希望優化後的人物建模忍不忍你的青睞 記得好像是有人是說 就是人物的建模你放 仔細看他的臉啊 他的臉是 是很 沒有那麼夠 沒有那麼漂亮的 只是很小啦 劇情有點難懂 好 一方面我們對主線和實際性內容 進行填充和擴展 保證你在本次測試中 體驗的劇情更加完整與飽滿 另一方面 關注營地事件也是獲得信息的途徑之一 所以在營地的時候 會有一些對話的意思 然後這些對話會影響後續的結果 可是這些對話我可以重選嗎 假設我想跑不同的結局 重新跑的話 我難道要重新開個 帳號嗎 應該不會吧 應該是有其他玩法才對 好 最後我們還新增了豐富的 蘇格功能 倒序書 新增事件葉籤 幫助玩家整合長跨度訊息 抽絲剝繭 發現天天節世界中的事件 當然友情提示事件的開啟和收集 需要玩家自行探索 倒序書 浮身路之羅哉 這三本就對了 在蘇格中 各位少小可以通過 之羅哉 以門派勢力為線索 填補劇情空白 哦 所以之羅哉是 門派勢力的線索 站在不同視角理解本作故事 相信可以為 喜歡探索劇情的少小小 帶來更完整的劇情體驗 因為有些人便宜是沒有玩過天天節手遊的 所以製作團隊必須一定要做出一些 遊戲性的內容 讓新的玩家了解天天節在幹嘛 好之前沒有配音嘛 所以前期組件與實際系劇情已始終配音 各位少小可以前往遊戲內憑鑑 相信持續關注我們少小的 已經了解到製作組盛情邀請香港TVB國語配音組進行合作 在配音導演的全程大影指導下 會及老中心三代國語配音演員 力圖在配音上還原一個更驚艷的武俠事件 相信可以讓各位少小更全方位的享受天氣節的事件 此外配音工作現在仍然進行 最終遊戲版本將實現全程語音 當前配音並非最終版本 歡迎對本次測試的配音效果提出你的見解與意見 我們先根據你的反饋持續調整後續配音安排 好BGM的不夠豐富 戰鬥BGM不夠強 之前我有看一些BDB上面的一些實況主 那遊玩那個戰鬥有夠無聊的 你打久或想睡覺 OK 當前已增加了相當數量的音樂 本次測試期間各位少小可以體驗八隻超藍組題類BGM 奔行 破案 神威 鬼哭等變奏演義 帶來合聲旋律 對位節奏的全方位體驗 讓少俠在今日依稀再見 習日優成 品出不同的如雪大漠 風火柔懶 物思二字情緒 環境音樂 背後多種音效 支持戰鬥和系統介面 營造立體的天地結世界 再來是戰鬥結束慢 然後通過對UI動畫速度 人物移動速度 戰鬥演義編排 關卡設計等 規格方面的調整 整體戰鬥節奏明顯提升 另外玩家還可以在完成前期關卡後 自行開啟加速功能 增加遊戲的戰鬥節奏 喔 加速 加速 就是比2倍 2倍1.5倍的意思吧 可是還是不能那個 用刷的 就是闖蕩的功能嘛 好 單行攻擊中增加視角切換的功能 可以有效規避單一視角導致的超度困難 這個蠻重要的 好 這個調整 讓我們釋放更大的創作空間 本次測試中各位少俠有機會挑戰 體型戰具戰鬥長期一半以上的 超巨型BOSS 超巨型BOSS大概就那幾個吧 鬼迫死亡啊 之類的 好 召喚系統體驗的問題 本次測試中我們對召喚系統進行優化 增加新手召喚卡石 喔 新手召喚卡石中召喚十次必定 喔喔 必定必定獲得SSR英靈 喔這個很重要 優化了十輪召喚卡石 增加每日免費召喚 同時引入了召喚概率動態提升機制 喔這個很重要 好也是說這個召喚十次龍抽 是只能一次嗎 只能一次是不是 好 再來之前有提到齁 這個大家蠻多人提的 就是SSR SR 跟英靈品質稱謂不符國風無瑕設定 嗯 所以這邊有講齁 由於目前還沒找到最適合遊戲世界觀的稱謂設定 本次測試遊戲內 一樣是維持SSR 作為英靈品質稱謂 再次我們向各位少侠致以最誠摯的歉意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斷尋找合適的說法 天地玄黃 天地玄黃 兩左極絕 以及是常見的綠藍紫成等等 都曾作為被選出現在我們的視野 但天地玄黃因其含義為天黑地黃 並非品質變化之意被放棄 綠藍紫成呢 又因為與其世界觀 關聯度較低被放棄 兩左極絕是目前能在突出解的一個方案 因為其他更好的方案 所以暫時不能做最終選定 可是如果真的做兩左極絕的話 那以後又 又超過極絕的話怎麼辦 這是SSR在上面的 會有嗎 好 後續會對這個問題進行探究與思考 同時非常歡迎各路少俠向我們現言現側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一定會找到最優的表達方法 欸老實說紫容遊戲真的蠻認真在聽玩家的 的意見 還真的有改 OK 五內還原度的問題 好這一次是以原作的五內系統為原型結合手的設定 對手冊版本的五內進行大幅的調整 五內共分為魂、神、魔、訓練五種 每個英靈擁有五內中的三類 OK 這個就改了 原作就是五內都可以做調整 只是每個五內的數值高或低 控制角色的全屬性提升 每個英靈的三內 又可細分為一條 阻內線和兩條阻內線 阻內線 阻內線控制陰影的絕學解鎖 冰冷的淬火上限 喔 也是說冰氣要打造的 好 兩條阻內線控制陰影不同的方向 屬性提升 喔 這好重要喔 也是說不能亂配 OK 所以 該不會手遊就是 你假設配出了就是 去買一個道具 客機買一個道具重置這樣 哈哈 啊 又要花錢啊 好 所以這個我覺得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覺得 可以分成 先把絕學點出來啊 就是 組內線這一個 先把它點出來 可是它怎麼點 目前還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個角色只有三個內啊 三個 三個魂 這樣也好啦 神烈魂啊 或者是 訓烈魂之類的 最硬系統的問題 目前我們已經對最硬系統進行 脫開換骨的修改 將手冊版本最硬的附加效果 從隨機改為固定 少俠可以再也不用擔心臉黑的問題囉 沒有掃蕩回期 對沒有掃蕩 有剛剛有講到 目前英文副本 創命之間 靈脈光淵均以天下掃蕩 哦 也就是說以後會有掃蕩的功能 毀期的功能正在製作 所以不久後可以更入遊戲了 好 也就是說真的會有毀期 優化的情況 我們聊天顯示位置和顯示場景 兩個方位進行調整 以此降低對正常遊戲過程中的干擾 除外本次測試版本 支持聊天電動屏蔽功能 OK 就是有天視窗嘛 你可以把它關掉 要不然影響遊戲體驗 老實說我會關掉 你可以對指定玩家的發言進行屏蔽 其他聊天相關的功能 如舉報啊 或許版本都會陸續推出 再來是高增率發熱嚴重 經過測試之後 目前設備發熱情況有明顯改善 性能優化是一個複雜且漫長的過程 我們會不斷關注遊戲的優化問題 並盡我們所能為你的遊戲體驗 保駕護航 遊戲後台返回 可能出現點擊位置錯亂 OK 這個位置這個已經修復 OK 與夢幻模擬戰相似的問題 我們對各位少侠反應的技能 最硬等系統做出適當的調整 例如帶給玩家不同的體驗 另外五內獵星等系統 均來自天地界的原世界觀 尤其是獵星所含的星耀之力 一年分佈其上的概念 是在試圖具象化 展現原作中的高概念設定 而三合字等系統 則是對原作世界觀的另一重 另一重解讀的拆分和拆分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不知道 到時候 到時候一半四晚就知道 此外本次設施中 更將有夢境怪談 之羅在一文副本上圖上等型網吧 均基於天地界世界觀本身設計 希望豐富各位少侠的天地界體驗 我看來 我要錄好多的影片喔 而且還要花體力 以上就是首次的少侠們反饋的高頻問題 與此次測試版本對應的修復情況 我們在此真誠地與各位少侠分享我們四個月來的工作成果 同時也為我們沒能對現的部分承諾表達輕易 我們將一如蓋碗地認真對待你們一條意見與反饋 並不斷對版本進行優化與完善 優惠測試版本難是一個開發中的版本 存在一些問題未能完全完成或優化 以下是本次測試已知可能的問題 還請各位少侠盡量 他說配音覆蓋的關卡數量依舊有限 由於劇情優化過程中存在文本增加了減減 所以產生不少計畫外的配音內容 目前正在補充錄製當中 當期的版本會存在少量劇情中間的配音的缺失 然後安卓的手機有兩區iOS2.6區 反正它就是你預計要保留5區的空間 然後部分機器在最高畫質和高幀率模式 將會出現發熱和卡頓的現象 若出現以上問題 可通過在設置中調低畫質降低幀率 或關閉遊戲重新進入 天地的幽默幾樣再次開啟 在詩問一鬼的引導下我們再次相遇 用天地的幽城再連連在大家的共恐努力之下 越變越好 越美越少俠都能在天地劫 幽城戰役中找到屬於自己的5相貌 OK就是 這次就是官方的 這是測試 測試版本的說明 以及更改的東西 跟增加的東西 那增加還蠻多了 有些東西就是 光看文字解說 並不清楚它的遊戲內容是什麼 所以我們這些東西到時候會在 玩完所有之後會再 點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好那 這次講的蠻久的 那 就是看到現在啊 就是 這個作品感覺 今年應該是不會推出的 看起來就是這樣 才40位英靈 除非他們邊 邊做 不可能啊 不可能上次之後 再來補劇情 不太可能 也就是說 你看4個月的成果 其實還沒有到很多對不對 主線到18張 可是那個 回憶錄那邊 卻才5張而已 對嗎 是5張嗎 有點忘記了 所以 可能還要再多4個月或半年喔 然後台灣要上次 可能還要更久喔 對不對 現在都10月底了 測試完兩個禮拜 11月 11月中嗎 欸11月初 那11月初 那11月初 還要回饋這次版本 有什麼東西 再又花了三四個月 呵呵 都已經 快過年 過年過年晚了 搞不好 霸劍消遺錄都上市了 好啦 那 這是本次的 內容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 禮拜是 10月22號 那大師晚上會做直播 然後會趕快 剪一些影片上傳 那大家可以趕快 可以先 看到 所有的內容的劇情 好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謝謝大家 這集的收看 拜拜